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學生 冰的啦 大哥 你幹嘛坐地上啊 BJ是不解釋 待會再告訴你 好 沒關係 反正這幾天呢 有二十萬人都坐在地上 香港的戰衆行動呢 持續進行 那麼包括呢 在今天十月一號 已經是大陸的十一長假 同時也是大陸國慶 好 那麼越來越多 已經有二十萬人呢 持續佔領中環還有周邊地區 那這場雨傘革命會如何發展 我們稍後好好來討論 而回到臺北這邊呢 其實我們當然現在打得很激烈的 就是聯科的選情 好 柯文哲的部分呢 MG149還講不清楚 今天怎麼又爆出了一個402帳戶 這又是什麼呢 好 那麼在連勝文的部分呢 可能大家也都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明明這個現在 賴素爐還是必案殘身 但是為什麼他會用它 當作他的後援會的成員之一 這到底是哪招 所以說這一次的這個 台北市場選舉 可以說是處處讓我們有驚奇 好 我們稍後呢 會一一跟大家好好來聊一聊 好 歡迎今天冰的團 歡迎大家 好 冰的 在今天的節目來賓 首先邀請到的是 資深媒體人黃志賢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范可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黃光晴 好 冰的 好 現在我們要開始 看到幹哥今天你是怎麼樣 要擺攤喔 對 我今天在擺攤對不對 小姐看一下 看一下 怎麼會放這些字畫呢 看一下 看一下 小姐你看 這百萬名畫 對不對 對 你是不是踩到了 沒有 你有沒有踩到 你沒有踩到嗎 碰到你的布而已 好 我告訴各位 這就是現在大陸最有名的 名畫黨 已經侵入了台灣了 等到他不經意的 踩到一下的話 他就會說 這個畫 都是每一張 值上百萬人民幣的話 你現在給我踩到了 對不對 後面五六個人 全部湧上來了 說好 今天我跟你講 你好奇就中招 你好奇之後 就圍著你 要你賠錢 已經有十一宗報案 到香港的警署了 好 多少 都不重要 是你就是要賠錢 所以現在這是在香港的最新騙數 對 現在已經到台北來了 我們現在台北也出現案例了 其實千惠我要跟你講 這個是重要的原因在哪裡 你知道嗎 也就是說這些畫 也許都是些複製品 驗品不值錢 但是你如果踩到了 就好像被金光黨 給抓住那種感覺 就是詐騙嘛 就是一種詐騙的行為 對不對 但是我跟你講 因為他變成一個很普遍的 香港街頭的現象 顯示什麼 其實在經濟面上面 這些內地來的人 會造成他們非常大的困擾 所以說你就曉得說 現在民化黨 恆星在 總環銅鑼灣 金鐘的街頭 讓香港當地人非常困擾 除了詐騙一大堆香港人受不了 忍無可忍之外 事實上我們看到 這個大陸人到香港 種種誇張行徑 我們大概這邊簡單列出來 包括什麼隨地大小便 亂丟垃圾 比如說還有這個什麼 搶購奶粉 那麼不排隊這些 而且像是我有朋友 絕對不去香港 迪士尼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 實在會忍無可忍 不是歧視 主要是因為這個大陸人的 這個生活水平 或者是這個文化 生活教育上的落差 其實真的蠻大的 那麼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要請教的是 這個光琴 是不是也因為如此 所以香港人實在忍不下去了 才會有這麼一波反撲行動 當然這是其中之一的原因 其實我今年過年 農曆年的時候 我還特別到香港一趟 其實我很早就聽說 可能中國大陸的 他們去觀光旅遊的這些觀光客 他們會有以上 你們剛剛講的那個行徑 還有一個就是大嗓門 我跟你講 我雖然有時候也蠻高八度的 可是我當看到那個餐廳裡面 大家好像蠻逃難事 要搶椅子 其實我要講的就是說 不管你是哪裡人 不管你是哪一個國人 其實我們自己心知肚明 包括我們自己的同胞 都素質不一樣 也有可能發生 的確是有新聞放大的效果 但是我覺得有兩個部分 是值得正視的 就是生存權 生存權有沒有受到影響 還有你生活權 就是生活品質 有沒有受到影響 生存權是什麼 因為據統計 一天他們有150個人 就是帶著小孩要 這個到香港來入籍 說到這個生活素質 其實我自己也有一些感觸 不過我是在大陸 在河南松山少林寺 在園區很大 你必須要坐接駁車 也是接駁車的人 他們有在排隊的 蜂擁而至 全部擠上車 而且他們是完全不管人數的 就一直擠 擠到擠到不行了 結果那時候我就大喊了一聲 不要擠 然後全車靜默 千惠等一下 大家是覺得我很擠過 我叫的 我說不要擠 然後大家就靜默 千惠什麼時候 來那麼大的膽子 我自己跟他認識那麼久 都不曉得 我覺得其實 我到大陸去念過書 剛開始去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每次做 我是在那邊 過一個學生的生活 然後我等公車 他們叫公交車 那為什麼我等了四五班 永遠上不了 因為我排隊 你太客氣了 然後永遠上不了 上到後來就上不了 可是後來再過幾年去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排隊了 剛開始去的時候 現在會排隊了 不管是教授 教授 學生 路人 走到老遠的時候 他老遠他從這裡 他會噴到指揉 然後噴過去 準準的到一個定點去 然後我們走在路上的時候 常常要用跳的 因為地上會有反光 就是有彈 會這樣跳跳跳 你就看到一個人像兔子 這樣跳跳跳跳 可是第二次去 畢業以後我再回去 那個地上反光的那個原點 就變少 然後這時候再去 又更少 所以我覺得 其實那個教養 有時候是學習的 然後是跟生活環境有關係 我有個很好的同學 他媽媽是 就是老人家八十幾歲 以前就 在台灣坐公車就擠啊 然後每次都帶女兒說 你為什麼不跟我一起擠 然後女兒覺得好丟臉 我說我媽媽這樣子都不排隊 然後她媽媽上車 然後有時候媽媽上車 然後女兒就在車下 不上車 然後媽媽就罵她說 你為什麼不上來 然後女兒就說 你好丟臉 你不排隊 可是現在的年輕人 現在大概五六十歲以下的 台灣的人 有哪一個不排隊 所以這是一種生活的教養 是一代一代累積 我們看大陸人 其實就像日本人 或者說像香港人 以前他們看台灣人 隨地土壇 他們的生活水準 是跟城鎮有差別的 沿海城鎮的人 就是真的比較水準 我之前有聽說過 這個有一個說法 我上有一個說 他們中國人自己的 內地網友自己講的 那他們說法是說 這個從文革之後 其實大陸人有些 就我們中國人 這種傳統溫良公減讓 的這種美德 開始消失 被破壞掉了 而且我覺得他們沒有 隱私權的概念 沒有隱私尊重對方的概念 就連排隊 他們會排隊了 但是他排隊的時候 是貼著你排隊 沒有距離 他沒有辦法去尊重 他不懂什麼叫做 身體的空間 排隊只是第一個層次 你看在台北 不是排隊而已 你上手扶梯的時候 他是靠右站 那是秩序了 那個是 那是另外一個層次 還是也有人 不站著那邊 但是意思少 大家遵守一種遊戲規則 覺得左邊的人 會推前面的人 我覺得 我覺得 你為什麼有一點跟陳真俊 我覺得 那不表示他們比較差 那個是因為他們沒有被叫的 沒關係 這邊講話可以不用排隊 大家就講 無所謂 這是最沒有 無所謂 好不好 不要說話 沒有 不要說話 因為我覺得 二十五年前 我們在北京的時候 千惠剛剛碰到那個狀況 你後來碰到算比較文雅的 說不要擠啦 我們只有二十五年 你講的嘛 就是很文雅的啦 那進步很多了 我們二十五年前 在那邊看人家的時候 車子叽叽叽叽叽叽 急到最後 還有一個人沒上車 他就把手往那個 車門裡面抓那個桿子 桿子抓著 不動 他說你幹嘛呢 那門也幫你上啊 大火可是喬見啦 我有部分上車啦 我有部分上車啦 大家都不要混 然後那個 車也不能開 也不能開 然後你們急急急急急 剛剛欽文說 不要擠啦 真的有人這樣講 可是他們有加一句 這就是文化特質了 北京人的幽默 別擠啦 再擠就成相片啦 相片啦 就塞成一片啦 一片人的意思 一片人的意思 不過其實說到了 這也就是香港人現在的矛盾嘛 他們到底是要經濟 還是要生活 不 香港是這樣子 因為台灣人 對香港人基本上 沒什麼好感 對 這個我認同 對不對 我們除了喜歡香港的美食之外 我們對香港人 基本上台灣人 普遍都沒什麼好感 除了演藝人員 除了演藝人員 對 因為其實香港人 香港人其實對台灣人 然後我們覺得香港人 經濟動物 沒有這樣講 覺得香港人很現實 很精明 然後你要知道 廣東話講起來 再声 大家覺得這麼做 好 香港人是值民地 這樣覺得 然後你看 Cap 一二 duas 怕死鬼 通通到加拿大 香港人沒有對台灣人 產生很好的影響 但是那個印象不好 是一回事 可是我們覺得香港人 怎麼樣 他們受的教育 這也是實話 那現在怎麼辦 大陸進來給香港的衝擊 給大家很大的衝擊 為什麼 香港本來經濟差不多快要掛掉了 然後因為自由行的關係 就造成整個新起來 然後台灣人以前去的時候 有些香港人很勢力 聽到講英文的還看你兩眼 聽到講國語的就像你一樣 現在每一個人普通話的店員 普通話都溜得很 對不對 所以時代的改變 在巴黎普通話 法國人普通話都很溜 有很溜 那是另外一件事 或是香港人對於他們被要強迫說普通話 他們是痛苦的 其實我們同台有好多個是在這邊讀書的 不然就在這邊做生意的 其實他們對於這個是 因為你若是叫我講台語 那我不是很強迫我自己嗎 這我蠻認同的 我們系上就蠻多朋友是 還有同學就是香港來的 那他們私底下跟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他不講中文 他不講中文 講英文 他都跟我們用英文聊天 他們說真的 你強迫他去講中文 這是一個 真的啊 穿插一些英文 他們習慣用一些英文名字來穿插 那他們盡量減少講中文的頻率 就會用英文穿插在這個地方 因為香港的那個國際化 跟他們講英文的 他們英文能力還蠻不錯的 除了國際化以外 其實這是一種很深層的一個心理結構 因為香港人被英國統治了一百多年 所以他們一直其實香港人是瞧不起 可是我們私底下也不會一直講日文 香港人 香港人到現在為止 老一代會 老一代 可是他到現在為止 他都一直覺得說 因為香港人覺得他瞧不起大陸的文明程度 他覺得你們不聞名 可是大陸人 這是一個社會跟文化的自我認知 大陸人是瞧不起香港人的骨氣的 大陸人覺得你香港人沒骨氣 你看到英國人你就矮半截 然後他要去學英文還會分很多種 香港人到香港 你去講美式英文 香港人是用眼白看你的 你要贏得香港人尊敬要怎麼樣 你要講牛津槍的英文 女人尊敬還不夠 那個很重要 你牛津槍英文 然後他就會覺得 天啊 那個女皇室的英文來了 然後香港人馬上就對你畢恭畢敬 所以大陸人其實是骨子裡也是覺得說 因為香港人為什麼這樣 你看到英國人就這樣 願意做二等公民 看到我就動不動就刺罵我 然後把我當成什麼什麼這樣子 但是香港人就像你講的 他有一個困擾 有個痛苦就是說 香港人才幾百萬人口 跟台北人口多一點而已 可是他一年的觀光客有多少個 你知道嗎 四千兩百多萬觀光潮 四千兩百萬 你換成台灣的話 等於是多少倍 台灣一年觀光客才八百萬人 香港那個蛋丸一年四千兩百多萬 今年有比較多一點了 對 有比較多一點 快一千了 快一千 那個裡面 你知道大陸觀光客兩千八百萬人 所以他根本就把它淹沒了 然後一大堆人 還有大陸人到香港 跟大陸人來台灣不一樣 他們來台灣會行錢教育 說到台灣的話 要守規矩一點 我跟你講 那這個就是 有規矩他們都沒守到 我覺得這個無從比較 因為台灣你看 做不做得到另外一回事 你看我們那個女王頭 快被摸斷了 但我覺得 你怎麼拿中列池看看 有一次某位立委 女性立委 他這個號稱說是他有辦法的 人家拖他就帶到中列池 他也擠不進去 還有人站在那個圍牆上面 你就知道那個盛況空前吧 但是我覺得這個比較上我覺得這個 畢竟對香港來說 他們是國內旅遊 但對我們來說是出國旅行 這當然是不一樣的定義 這比較上人數上 當然會有差異 這時空 沒有沒有那不是 那是因為我們台灣 只允許他來這麼多 如果香港人覺得 去香港的大陸客太多 他們就可以要求少一點 可是香港人又有另外一部分人 他希望越來越多 對所以現在問題來了 就是說香港這一次 他要不要賭 賭上自己的經濟未來 我們稍後討論這個部分 我來 intact 你們有人在 Patriot 第一尤其 Pix